1月4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签署中央军委2022年1号命令 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将士文令而动、遵令而行 全面展开新年度军事训练 强化打赢、使民担当、激发练兵备战热情 努力提高履行香港防务能力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起点、新登城 我们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口渡到各项工作 向战而行 刻苦训练 随便打赢本领 不断提高履行香港防务能力 训练如铁、号角催征 开训动员会后 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队 立即投入到了新年训练当中 航船中军营、海军速迁舰、金门舰等多艘舰艇 驶离军港、奔赴附近海域 展开舰艇损管、航星补给 队形变换等多科目海上训练 十港军营、空军直升机训即升空 在香港空运组织编队飞行训练 完成新年首飞任务 港位及站位 开训及开战 新年训练科目设置更加紧贴实战 我们通过以笔速训的方式 浓厚群众性练兵氛围 激发关闭训练热情 据悉 驻香港部队装甲、特战、通信、医护、仪仗等多个专业 都展开了新年首次训练 做作军营、战骨阵阵 硝烟生腾 展现出驻军官兵们 使之强军 保卫相将的信心和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